小曼 你到底在哪里 古臣 从今天起 你我恩断义绝 我家的门 我绝不踏入半步 小曼 我一定会找到你的 喂 顾总 夫人找到了 顾总 这里危险 让我们先去 不用 顾总 你是谁 我是你老公啊 老公 我 我不认识你啊 我不跟你走 走 放开我 跟我回家 把我放下来 放开我 疼 放开我 我 我把我放下来 放开我 对不起 都怪我没有保护好你 他为什么对我这么好 难道他真的是我老公吗 老公 我 好了好了 没事了 对不起 我真的不知道我是谁 你只需要记住 你是我顾琛的妻子 是我顾琛最爱的人 无论过去还是未来 一辈子都是 生生世世都是 是想念 还是表演 被遗忘的威胁 我 这是夫人的 这是夫人的CT检查报告 您看一看 夫人这次失忆 主要是因为脑部受到重剂 导致炉内少让出血 压迫了记忆中枢 幸好夫人的脑部 没受到其他的损伤 那她的记忆 还有希望恢复吗 记忆恢复 没有百分之百的把握 我会尽力的 先好好经验观察一下吧 有些记忆 不恢复也好 我怎么什么都想不起来了 我到底是谁 我是谁啊 您是 怎么 真失忆了 既然如此 我也就直说了 要想保命 就趁早离开顾家 不然 下次可就不只是绑架了 绑架 跟你说话呢 听见没有 欣人 宁木晴 我太过分 顾尘哥 你竟然打我 我告诉我哥 他是我的人 你不能这样对他 好了 顾尘哥 看在我们从小一块儿 长大的分上 我就不生你的气了 那我先走了 有我在 没人能伤害你 今天那个女的是谁啊 我的绑架跟她有关 对不起 又让你受委屈了 你现在安静的让我心疼 到底发生什么了 为什么我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不要去想那些 这是你最爱吃的浅草蛋糕 快尝尝吧 是那人海中的顾虑 老妈 怎么办 我已经梦了 闺妃啊 你在那边最近过得怎么样啊 妈 我过得挺好的 你放心吧 好不好 只有你自己知道 我们也帮不了你什么 要是觉得委屈啊 就回家啊 闺女 什么时候有时间 回来看看你爸爸 他最近啊 身体不太好 好 我尽快啊 好 那就这样啊 对了 现在天热了 千万别吃冷的 你呀 肠胃不好 自己注意点啊 好 为什么连爸妈都忘了呀 他们可都是你最重要的人啊 查出来了 他们是本地的一个黑帮 收钱办事 这是收款信息 付款人的信息 被隐藏了 那个废弃仓库是谁的 这不该问你们顾家吗 你们可是本地最大的房地产企业 随便查查就知道 好 你继续跟踪这个人 我来查那个仓库 不管是谁 动了小麦 就休想全身而退 希望你能说到做到 顾晨哥 顾晨哥 今晚陪我去喝杯酒呗 今晚我跟秦瑶约了 顾晨哥 走吧 要不 我陪灵大小姐喝几杯 谁要喝你喝 再婚 顾晨哥 看你高凌到几时 顾晨哥 晚上陪我去看电影吗 我们都好久没一块儿出去了 晚上有事 有事 马上就有好事了 顾晨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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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放心 不会有人打扰的 走开 顾晨哥你 为什么 我们认识二十多年 难道我就比不爱小曼吗 感情的事从来就不是时间能衡量的 四十之中 你只是我的妹妹 可她不一样 从她出现的那天起 我心中就没有别人了 你走吧 我到底哪里不如她 好 暗小曼你给我等着 你回来啦 你回来啦 吃饭吧